各位美丽生物谢谢听众大家好 我是月芬 今天访问的来宾真是千呼万唤 本来前几个礼拜 我已经拔得头筹要访问他 不巧他是在太宏 又被台北还是高雄抢走 那就是我们鼎鼎有名的 渔夫电视台总监评论家 漫画家 也是动画公司的老板 现在在大学当教授 因为他说年届半百 就移民台南来了 来这个渔夫大哥你好 月芬你好 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渔夫 鼎鼎有名的渔夫 奇怪我感想不到一年前才访问过你 那你今天为什么又来了 生日也要等一年好不好 面皮得高 不是 实在是太崇拜了 来来来 你又有一本色是不是 它是这样 这一个差不多一年以前来的 你这方面是移民台南 是 那时那个出版社本来讲说要出五百多页 是 你说你是在出现金吗 出五百多页 谁要给你买 太多了 有一个压力 有一个人说移民台南的事情 出到五百多页 要跟人家怕死 即使是因为那里面的很多的这个资料 是 他就说 他就说 不然我就说你就一个区域 忙着大家都要塞进去 没有那个这样对读者也太残忍了 然后输出了以后就是变成 后来也是什么成品排行第一名什么的这类 然后呢 真的是就承蒙大家的这个 这个 疼笑 那 那 我本来是说你说出类的那个签书会 我是说怎样要一档还在签书 原来是第二本出来热居台南 是啦 所以他第一本出来后就从变成 我真的很多人都杀这本社来到台南 半途所记对不对 对对对 都来了 然后就跑来这里 然后 然后我这个比如说有一个座 我在那个小北夜市 就一间我介绍过的 那个就落鼻汤了嘛 路边它那个你也知道那个桌子很小嘛 是 旁边一个人喔 我真的骚了这个我那本车 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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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又在那下的笔记 这样啦 你要知道路边它那桌子就小小的一个嘛 然后我就坐在他旁边喔 我就看他这样写 我就很感动 然后后来说 哎 我总动不着 他说我就是那个作者 什么有眼不是泰山怎么可能啊 那个人可能一时也忍不住 你又看我一个黑漏漏 在台南也打到黑漏漏漏 黑马王子 黑马王子 然后呢 在那边又穿个短裤 穿个那个 穿个拖鞋就在那里吃东西 哎 我就说哎 我就是那个作者 这样啊 你要习习习习 哈哈哈哈哈哈 自己毛睡自己 哎 这真的我看到余福 每本书一定要请他签名 哇 他的字呢 好艺术喔 我现在说 对第二本书 为什么这个第二本书 我访问起来就比较有压力 因为第一本书看得很轻松 全部在讲吃的美食 可是第二本的内容太丰富了 真的 哎 可以小休想吗 是可以小休想 还多二十几页 你CP值更高了 哈哈哈哈 所以说呢 这个月份今天怕有遗嘱之汗 我刚刚上节目前 就跟余福大哥拜托 万一我有所遗漏 他觉得是重点的 务必呢 要在空中跟我们听友来分享 如果你还没看到这本书 当然听完后 一定要赶快买来看 那我们说呢 在这两本书你都提到 等一下我先说书封面上的 我本来要说叶石涛说 书封面上有乐居台南 当然这个是有渐进师 我可以预感 你还有第三部第四部 不一定不一定 真的吗 我们先不说了 因为他刚刚生下小孩子很累 辛苦以后再来盘问他 在乐居台南下面还有个副标 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 但未来我可想奉陪到底 对于我们这个世代 我是比你年轻一点点 很多很多很多 想到这上面的句子 我马上想到我那个纯情的年代 这个句子好像很多作家 稍微有的有改编过 对不对 没有那个句子纯粹只是在 我太太就是台湾人嘛 小雨 所以她有时候在讲台南的时候啊 她就会讲起她小时候的生活嘛 那个年代对我来讲 我是没有参与过嘛 所以当然将来就是 跟她要准备老死在这里 所以要奉陪到底啊 玉富大哥你别讲这句话 救我的认知 我那个年代我是读穷瑶读来的 她后面改变过 穷瑶是说 穷瑶是说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 但是未来什么一定要我之类的 那个是我里面的一句话 然后总编辑看了以后 大受感动 一定要把它放在封面 余秋雨散文家 也是有曾经说过这句话 所以只要文人都会说这句话是吧 大概应该都是算有几 不过你看你讲的那个封面的 那个封面的图啊 这图真的是太精彩了 光为了这幅图这百度 你就要买 买十分 真的是画得太 您可以介绍一下这幅图 那幅图是这样 它把所有的台南的重要的历史建筑 都把它画进来 太厉害了 你怎么把它堆叠起来 我好像要找到 画完了以后 其美有人打电话来说 你有买买吗 你这张图买买吗 我说 我买啦 因为我不买过赌 所以 把图卖给别人 就好像把那个女儿卖 女儿这种 卖给别人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将来对这张图 你又不能做 这真的朋友放我 我说你买买 人家把你放在那里 典藏呢 对啊 博物馆几万年后都看到 不差啦 对我这种年纪来讲 已经连过半百了 是什么家都不重要 什么漫画家 画家 或是什么电视台 什么总监 这些title对我来讲 都不是那么重要的 我在画这本书的时候 我也一直在讲说 我不是要当什么 伟大的画家 而且你看我现在 比如说我在网络里面 也画了一些漫画 漫画 我跟你说我没交费啊 真的吗 可以下载的吗 对啊 我自己画我送的啊 是啊 我也不一定 在你的交费啊 好羡慕于福大哥 他真的是 还不到半百 就活出精髓来了 真的非常羡慕 这幅画真的非常棒 不过我还是说 你各位真的在考虑一下啦 可以可以造福更多的人 我们先不逼他了 那稍后回来 我们再来呢 谈谈这本书 您现在收听的是 美丽深呼吸 今天好荣幸呢 为您邀请到 鼎鼎有名的 电视台总监 于福大哥 他继这个移民台南之后呢 又出了第二本 不到一年 又出了乐居台南 而且呢 内容更丰富 刚提到的封面上 那幅画 我真的好喜欢 因为月份很喜欢建筑 我们稍后再谈 那接下来翻到 那一页的第六页 这百度 我第一次看到 我就说 啊这是永逆的你嘛 那于福大哥马上说 啊你怎么跟黄岳穗一样 对啊 跟黄岳穗一样 天啊都画得耶 来你介绍一下这幅图好吗 黄岳穗的老师 他有哪有一个老花啦 啊他现在 你只是 选择一样给他看啦 他就跟你说 啊他就很认真说了 我来给你看看 你那颜色的那颜色 那颜色的那颜色 我说 我说 那颜色啊 那是用黑的 所以光这样讲 你看你的月份 月份应该没有黄岳穗的年纪到 可是我也看了 在灯光昏暗像 看着真的觉得像是照相拍出来的 来您介绍一下 你这是怎么 怎么技巧这么高超 所以啊 这就是 其实啊 很多人在围一种 画 围一种 实物 是 大部分都是采用那种 所谓的 泼墨画嘛 或是 山水画 反正就是用 有个这样做协议的 就是我的做法就是不更改 因为我是受西化训练的 所以我们一直很讲究 就是说 如果我要画镜物 那我就要把它画到那种 材质啊 光线啊 什么都是能够呈现那种 那种美感出来 所以呢 我就 我在画这些读 我会经常的时候 我刚才要成语美 我刚才 我跟你说 我交稿完了以后 我就跟出版社讲说 我这个稿子全部都交 但是我跟你讲 我要休息三个月 我没有办法画 我眼睛已经弄不住了 因为在年轻时 我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你还很年轻 还很漂白 我说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 那时候像很多的这种杂志 请我画封面 那时候那有的封面 我跟你说 那有的 带他在拼两三个月也不会 没你惊得就对了 那也揪着都弄得住 带他都弄得住 现在再提当年有了 所以那时候也是画的 其实我以前也开过个人的 那时候是叫小画展 因为大家没有人 我去插我 开画展 画展 大家想说 你给他画漫画 不然你出一支锤 电视台做名嘴 你会画画 笑死了 你其他才艺太强了 盖过你真正的实力 我也开过雕刻展 是吗 雕刻 雕刻展 结果 我有一些朋友的 蛮有趣的人 他说 看我画的时候 他就说 我不知道你怎么画画画 我说没你什么意思 他说 你不是才来画漫画 还有的人是说 有的人是在我做电视台的总监 做主持人以后 他才知道我那个时段 他就不知道我头前 那位畫畫的時段 所以就是說 這個儀夫就是出一支槌 在電視台 放來放去的一種 儀夫大哥 我覺得你可以出 一大套的斷代史 有關於漫畫史 然後這個西畫史 其實我跟你說 我還有用另外的筆名 出過一整套的風水書 對 對那天聊到我嚇一跳 你有看風水嗎 真的假的 不然那都是玩票性質 不過畫畫 不一樣 畫畫是真的是 就是從心 打心裡面喜歡 從小就是這樣 所以一體都 其實我也一直都在畫 但是大家都看到漫畫 那這個部分 所以這次跟上一次 上一次的移民台南不太一樣 就是說 上次的移民台南 他的時間 他給我畫畫的時間 沒那麼多 那這次能夠畫的時間就長了 所以這道 真的太精彩了 畫到我們要找美 那就是這樣 沒有找美 又繼續 可是這個畫畫的時候 我一直在講說 像 因為我現在一方面 也是因為我在大學教書嘛 所以我一直在跟我學生講說 細節啊 Details 細節 決定你的風格 對 這句我看到了 我好喜歡這個標題 是啊 所以我一直在跟他們講說 你們像畫畫 像畫這些畫 比如說 要畫一個魚啊湯 是 那你現在要先畫的碗嘛 那碗 人家的碗 你才叫它花紋 下去畫 然後呢 花紋呢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我碗花 我就畫那個湯以上的部分就好了 你要把那個碗花畫到碗底 功力 那碗底畫好了以後呢 再開始畫湯 那你畫湯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你湯是透明的 假設你要畫 你要讓那個湯 看到那個底下的那個碗底的碗花 那你就要 你就必須要先把碗底畫好 是 你總不能說我先畫湯啊 這樣畫碗底 這樣也亂了 所以 所以 所以這每一張畫 其實它 就像我們一般在畫美女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叫什麼 王月芬 我叫什麼 我叫她 我叫她 她很漂亮 最好是可以 她三口要穿她借了 我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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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骨架 你也不是有X光透視眼 碗底都看得到花紋了 我穿的博衫 你應該也看得到紋路 這是跟你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一個畫家 他如果要畫個美女 他其實要先從他的這個 骨架要畫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骨架畫好以後 你再架那個衣服上去 黑尾起來 紋路上 這裡的主人 這裡的水 衣服的垂性 就服貼的 對 所以你在看古代人家為什麼畫了很多裸女 對 然後為什麼他要這樣畫 其實他是要先了解那個整個的骨架 然後再慢慢一層一層的這樣畫上去 那我可以請問余福你下一步是準備畫女人嗎 有這個可能啊 你開始抽絲剝繭分析起來 可見有研究 我跟妳講畫女人喔 那個 尤其是畫衣服啊 畫女性的這個衣服 那是很大的考驗啊 現在我都跟我們水母說 都不會畫 現在都不會畫 沒辦法畫啦 先那個軍一層再講 三個月後再來講啦 不過在這一本書裡面喔 其實是因為很多讀者很鋒定的 看人這樣 我一刻就看到那個香港 我們現在台南跟香港 香港直航嘛 往來密切的 然後那個香港人 就剛好前一陣子是我們台南的蘭花展 是是 然後香港人就拿著我的書 就真的是在那邊一間一間在吃這樣 老實說月分的朋友也是 而且他有點年紀 他以前念成達 跟他老婆連妹來這樣 一間間這樣像弄著 他說跟他那個時期比起來 台南還是有些許改變啦 是 他這比較古早的時候 沒有啊 他們來喔 所以我想說 既然是這樣子 乾脆就把它整理出六張大地圖 是 這也就是你這本書分六大集嘛 對 而且這個真的是文人耶 我就說你的腦袋是一半是理工 一半是這個念文理的文科 為什麼能這樣子 就是說你要這樣子布局 起碼就是你這個理科方面 應該是很不錯的 但是呢 您的文字又非常感性 這是漁夫的書好看的地方在這邊 因為他有脈絡可循 是啊 那我在畫這個六張地圖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啦 第一 我不是官方的地圖啦 是 你要是官方的地圖就是 你比如說台南市出的地圖 你不能說 我現在給你這間用在這裡 那間不用在這裡 那你市政府給我麻死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是製作我自己心裡面的地圖 但你也知道就是說 我說我常在說台南人心中有兩張地圖 一張是給觀光客用的 如果朋友來 你一定會有說 像我很多好朋友來也都這樣 你又沒時間沒時間就親自吃這個 去找一種一次可以讓你很快遲到的 一次搞定的 國宴啊什麼的 但是你心目中的那張地圖就很少會呈現出來 所以我這次就是把那個六張裡面 就是我經常在這個六張地圖裡面 經常在走的地方 在遊走的 而且都走遍了嘛 我們第一張是屬於城中區 是 就是民生綠園那個區域 民生綠園你要知道就是說 這次對台 就是對這個台灣來講 它是一個剛好說台南是一個蠻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400年來的 所有的這個統治者所留下來的建築 哇 真是太美了 包括我們的西拉雅的公社有沒有 是 再來就是那個荷蘭人的 阿門社那個所在 再來就是那個正式王朝的車禪樓 再來就是清朝的 再來就是日本人來的時候 再來就是國民黨來 再來就是靠近民進黨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每一個時期不同的統治者 留下的建築遺跡是什麼 實在太豐富精彩了 是 但是你要看 你看那個民生綠園 其實如果有人像我的朋友來 我台北都會帶他在這個 算老城區裡面 帶他帶他走一段 走一段 因為這個日本時代是蠻有趣的 就是說 各位要知道就是那個時候 你現在去東京看 東京火車頭已經蓋好了 東京藝 因為重建好了 他本來是古蹟 那個建築師是叫做陳野精武 那是日本現代建設 現代的建築的支付人 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他不用了很多學生 那些學生不敢在日本國土境內 不敢去家 他們家家家叫老叔麻糬 日本整個的 日本老叔是王 所以要去家 有重要的建築都是 東老師 這些學生都帶來殖民地 是 去去 結果呢 他的學生裡面 當然有很多事非常接觸的 所以 這什麼事情 就是有一個日本的高雄來 你看到台南的建築 他說 這是日本人蓋的 他說 為什麼你們都有 我都沒有 他就變成最好的都留在台灣 是 包括台灣文學館 那附近的都是 其實 如果你看到 我們全世界有這樣子的 活的建築博物館的區域很少 你在日本的上野公園 那裡還有 跟一個日本的 什麼名字建築學院 那裡也有 再來就是巴雷 巴雷的國際學生會館 世界各國都會派出 他們最頂尖的建築師 在那裡 建築的學生宿舍 所以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 建築活的歷史博物館 在全球不是很多 這個應該台南城市 要來好好行銷了 是啊 所以我們 那時候我也有跟 那個指定說 你就寄人家 其實台南這個民生綠園區 就是可以做像那個 我們在美國 美國那個叫波斯頓 波斯頓 波斯頓呢 那個所在 有什麼history track 歷史步道 所以你如果在那邊走 跟他走一陣 這樣就好 美國的四百年都知道了 美國的兩百年都知道了 對那堆tour觀光客很好 對 我跟我太太兩人 騎一百年說 很痛快 她說 歡迎那兩百年而已 其他一百年不用看 所以她可以想見 她的豐盛多貌 多多的福貌 對 但是在台南也是可以這樣 你如果說有一個 更新的規劃 那當然是這個 這個在全球是很少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歷史步道 你在台南 你在高雄 你在台北也沒辦法 所以我看這兩本書 因為兩本都看 我覺得第一本書 你簡直就是美食家啦 為主啦 第二本書 天啊 我覺得你是觀光導覽專家 因為圖都傳後啊 包括一些人文歷史 全部都在裡面 還有古蹟 真的非常豐富 還有花 對 那個我們稍後回來 再來請教 實在太豐盛了 這裡是美麗深呼吸 今天非常榮幸呢 邀請到這個 既移民台南之後 又出了一本 更豐富的 樂居台南的 漁夫大哥到節目當中來 之前他我們導覽美食 現在變成觀光導覽 簡直太厲害 剛剛提到有六張地圖 那接下來呢 我還有一個 這個葉石濤講的話 真的是 這兩本書都看到 而且呢 太感動 他說呢 這個葉石濤說 他說 台南是個適合人們做夢 干活 戀愛 結婚 還有悠然過活的地方 我們這個請漁夫大哥 感性的漁夫大哥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是不是最近有個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對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就在台南武德殿對面 原來的三年事務所 那麼 台南很可貴的 就是有像葉石濤這種 重量級的文學家 要來描述台南 所以在他的這個 他的小說 他總共二十九十幾十 他的作品都是很好 他算是在 我們的這個 臺灣這個初期 領導這個本土文學 然後來對抗 他們那些奇怪怪的那些 那個大統派什麼的 奇怪怪的那些文學家 所以你現在到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去 你就會看到他前面寫的一說 沒有土地哪有文學 我們沒台南這個所在 你如果生會出東西來 大地之母孕育人民嘛 人類的情感都從這邊來 你知道是要生在世間 在那大小的故事 有一大堆這樣 所以我有一次 在高雄碰到了這個 吳錦發 怎樣 其實我蠻羨慕 像李昂 吳錦發 這些文學家 因為他們來的時候 他們在台南 我都帶他們去台灣 國家文學館 他就說 來 你們兩個看 看一看 他就看到他們 切在櫃子裡面 我說你一定倒在這裡 你怎麼知道 他要不做櫃就放在那裡 哇 很陰性 對啊 你已經躺在這裡了 是 那麼 我有件碰到有情話 我說 有情話 你也這樣 三問給我寫 我寫一下你們高雄 你就一天都在高雄 我們不需要寫高雄 以你的文學的重量級 你來寫高雄 變成一個文章 還有人文氣味的地方 不過 我現在說 有啦有啦 就我們那個 我們 麵龍那裡有落石 麵龍是麵龍 要慢慢來 慢慢來 所以 這個葉石濤 他的那個文學紀念館 我跟你說 他到weekend的時候 周末 是 都有那個 老書在那裡 他有給你導覽 真好喔 就是照著他的文學裡面 他講到的地方 去寫 去給你導覽 譬如說 他的紅鞋子裡面 他 因為我們葉石濤 我們很可能 他的少年的時候 他在教授 因為他 去跟頭看幾本 共產黨的授而已 就去抓去關 過幾個年 這樣 他最後要逮捕 是在現在那個 李安雄的那個 電影 叫什麼 全美 就是為了走出來的時候 他剛才看電影看完 出來就抓他 然後他裡面有寫了很多 但是葉石濤那個時候 寫的台南 你跟 譬如說葉石濤說 那個時候的台南 水是都不能喝的 早期 可能 不可能 有的人是跟我說 說 漁夫現在不行 你現在台南也是可以喝水 但是問題是看你要喝不喝 現在有工業汙染比較嚴重 我說 講這個都不是理由 因為東京 東京的水是可以喝的 東京汙染就是 東京汙染 東京不會比台南小吧 然後 又說 譬如說 他在說到 台南 是森林之都 蛤 說不對嗎 台南是森林之都 我們台南 其實 以前有選幾個市長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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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人們 經常問我說 你對台南 躲在這裡 你有什麼事 我說 台南沒有什麼 台南沒有什麼天災 但是有人禍 哈哈 那不是我找到 古蹟拆掉了 對啦 直接 所以我最近有一段 是這行書裡面有提到 對啊 我碰到市長 我說市長 我們就來去 我們不是說 夜石燈說 我們是森林之都 我們就要趕快 看看有辦法 怎麼恢復嗎 恢復這個美名對不對 對啊 但是有點困難 以現在的台灣市的規劃 有點困難 那所以 市長我人說 這可能有點困難 我說 沒有 我們不可以種 種植樹 植樹 植樹 植樹樹 是 就種在那個 就是政府來鼓勵大家 種植樹植樹 那種植樹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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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本櫃裡面後面那張紫色的花 古煉嘛 古煉花 古煉啊 是是是 那張就很漂亮 我開尾身是漂亮的 紫色的 粉紫粉紫的 粉紫粉紫色的 你像我櫃裡面也有圍到 我們的火車關就是氣象車禍所 以前有三張紫色風鈴木 對 有人在那邊泡茶 哇 下泡茶好有意境 那個火開尾身很漂亮 是是是 開尾身最近差不多三月 我看了一群少年人 在紫色風鈴木的邊那裡 我聚集的大堂年輕人 我末年才泡茶過 那是什麼事情 太陽花運動 在台南 最近花受到很多關注各類的花 他說不是啦 還是來攪這個紫色的風鈴木 對啊 紫花風鈴木 就漂亮 所以我裡面其實還有非常多的 特別為花去畫的圖 是 真的很豐富到後面 你看不是只有食物建築還有花 對啊 比如說木棉 我的木棉就是為我們的東風路上面的木棉 第六集 第六張圖出城去在通風路上 是啊 還有我們的 現在要開花的就是阿伯樂 阿伯樂 黃金魚 那花香第四集 成東成北區 你怎麼記這麼清楚 當然 這個東西南北方位抓精準 以後就按圖所記 是啊 所以當這個圖在這裡的堂的時候 就會開始去注意 其實我以前住在台北 我也住了三十幾年 你做的 我都做的高層的主管 尤其是電視台的時候 我都有坐車 那一早就輸掉了 輸掉了 輸掉了公司 然後有幾天乾的公司 還倒回來 對啊 所以你就沒有那個什麼四季 都過著永無天 沒有什麼四季的感覺 沒什麼四季 我怪你看起來很年輕 不會這樣過了一天又老一歲 但是來台南之後 再開始會去注意說 所以我在裡面還有一張 是我他在手寫的 每個月開什麼花 在什麼地方開什麼花 所以這本書太實用了 真的是我是覺得比第一本還划算 內容真的太豐富了 所以在裡面 除了地圖之外 花也畫了很多 那有很多人問我說 像最近有一個圖書館系的 一個大學圖書館系的 《千萬一演講》 那他覺得蠻有趣的是說 他說我們發現你這本書 第一個你的圖都畫得非常好 畫得我們非常喜歡 真的 那他說你這樣花了這麼多的心力去畫一本書 這裡賣那個價格你才會合 說CP值太高了 真的 這看起來兩倍的價格 那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資訊時代 裡面 一點慢慢買書的人口在減少 是 所以一個作家的創作 的併著 你不能說 那我就 反正我就是這樣削一堆字 當然文筆好的人 這是例外 如果人家文筆不太好 你只要一堆字 要出一個 恐怕人家看網路還更多 好客氣 所以你變成就是說 書的形式要回歸到原來的 是說我為什麼要買書 我要買你這一本書 是因為我想要珍藏它 對 所以你不管是在裡面的那個 道 美術設計 你都要很精緻 精緻到讓人家覺得是說 我買了這本書 我是可以收藏 收藏 它真的當作工具書來用 是可以永久保存的 對 所以這個觀念 第一個觀念很重要 那第二個觀念他們說 他們除了 發現你裡面除了圖以外 還有一個QR Code 這QR Code我待會想問他 我們稍後回來 這裡是FM102.5美麗深呼吸 第一個小時節目 今天非常榮幸請到 這個漁夫大哥來跟我們談談 他移民台南之後的第二本書 樂居台南 當中我很好奇 在112頁 我有給你記起來 112頁 他上面有個標題是 台南一面一次說清楚 台南一面 台南一面 概性很多種 那比是廣播 其實我每一篇文章的後面 都有一個QR Code 是 然後到最後呢 有一個QR Code 那個QR Code QR Code是這樣的 它是叫做二位條 現在我們很流行的 是是 你如果要看這個QR Code 其實我這邊找 我有跟那個圖書館信 他們特別為了這個 他們一直在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加QR Code 我說這個是 這一本書其實是多媒體書 它不是一般的紙本書 是電子書又有紙本 真的是 CP值更高 我們以前出了一個有沒有 我們出了一個有聲書 我們再尬一個CD片 有沒有 你做那要做什麼 現在用一個QR Code 就是什麼 QR Code是 那時候的做法就是 其實我剛來台南的時候 我就有跟那個 台南市的觀光局長說過 我說 你現在大家來台南出場 不是所有的那個志工 都有空來做導覽 那我們可以這樣子做 我們先來拍那個 所有的志工 都先拍一段影片 他可能 比如說他現在 在車子路前 我們有做一個很大的QR Code 那個QR Code 你現在手機去下載 QR Code的掃描 那個APP 然後你把它下載以後 你用你的手機把它掃描 掃描 掃描之後 你掃描那個QR Code 就看到那個志工走出來 他就在那裡說 各位這裡就是刺坎樓 刺坎樓是怎麼做 甚至你可以叫市長在那裡導覽 是啦 這家很好 市長要聽到裡面 有 結果現在我們的觀光局 現在其實全台灣的這個觀光要點 觀光重要的據點 通通都有QR Code 是 因為這是虛跟石合作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這本車在找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 其實我一直在告訴你 虛跟石要合作 反正你也是硬車 那QR Code也沒辦法了 硬QR Code借助QR Code都不用錢 那但是我這本書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問我 因為你現在才知道這麼做事 我說你出一支槌 那一支槌就問就對了 那我來到這個 我來台南在訪的時候 我都是這樣 我就是都帶一支手機 然後我走到哪裡吃到哪裡 我就去我哪裡 對不對 然後就死去那 我有一支 我們台南那間 那間 那間一間黃布航 結果碰到一個人 叫做李濤 李濤 我就覺得很好笑 我就覺得 他又是保留一種 總監初巡的陣仗 還有採訪車 還有桌面 還有執行製作 一群人 六七個 在那裡選書包 結果呢 我是一個人 穿一個底褲 穿一個人自託 去到那裡 用一支手機在那裡 我去到那裡 我去到那裡也沒有比你 比較沒有 我那也是 我那也是高化子 而且只要一名人員 對啊一名人員 成本降低很多 就是這樣比較沒辦法 是啦是啦 要用錢空氣 我以前出門也這樣 我從前出門也是這樣 我們漁夫大哥已經昇華了 已經到另外一個境界了 無招甚有招 所以整個的 所以整個的這個 我來出這些鏡子 其實我都已經 拍過非常多 我以前 跟一千八百幾支 用手機拍的影片 那每一支都是高化子 都是用手機拍 那我就長期這樣紀錄下來 你慢慢你就知道 那裡的故事了嘛 所以定義說 一定是在這個網路裡面 已經變成一支影片 那你變成一支影片 要製作QR Code 就很簡單啊 把那個連結錄入就可以了 錄入之後呢 你就等於說每一本書 你在看我這個書的時候 你只要把你的手機準備好 你現在看我寫一寫就 你看我裡面沒有什麼 沒有放什麼相片 是很少 要嘛就是珍貴的話 對啊 你放那個相片就變成多餘了嘛 是 你的手機看你就看到現場 我已經說完了 這間很好吃 到底多好吃 到底誰做怎麼樣 你看看 你用QR Code 你就很少 所以說真的是 如果看完他介紹一間美食店 你就可以少進去看看 譬如這個咖啡 上一集有那個咖啡店 對 你就看看那個咖啡店的view 那個view是適合帶媽媽去喝 還是帶女朋友去喝 馬上就可以看到了 影片跟我們照片是不太一樣 就是它比較有空間感 是 而且他裡面所能夠包含的訊息 也比較多 他能夠跟讀者互動的也更多 因為你看配樂嘛 有情境的feel 音樂的feel 都可以放在裡面 是啊 還有我在裡面走去 走去去去去去去去 比如說廣播 像像今天月分訪問我這一集 我就覺得 哎呀這一集實在是 月分訪問的實在是太好了 余福大哥太有內容了啦 我就可以做這集 如果是你們容許下 我可以把它製作成 也可以把它製作成一段錄音 然後也把它製作成廣播 My pleasure My honor 所以 所以這個 等於是說 我們可以 不只只有限制在一本書的形式 就是說我們還要連結網路 其實現在的知識 已經不再是一本書的問題 而是一本書它畢竟有捨掉很多的東西 但是背後還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你應該是要能夠把它包容進來 所以我現在知道為什麼余福的書賣得這麼好 因為我們說一樣跟商品一樣 你商品的形式它是創造顧客的需求 因為它不是用一般書的形式在賣 在寫在製作 那當然是它特別用心 我們余福大哥真的很用心 他把它各方面的才華 我相信還有很多 至少風水沒有放進來 還有很多才華沒有放進來 我可以幫你預見 你後面還有很多書可以出 你說的風水這個蠻有趣的 因為最近我在跟人家講 說QR Code用在什麼地方最多 現在用在墓碑上面最多 蒙杯 不用客人直接用QR Code去 不用什麼賢考 什麼也都不用 五歲到八個五歲都看得懂 就其實就說QR Code用在墓碑上面 可能我們青銘在掃網的時候 阿嬤看過周先長什麼樣子 是啊 感覺有的商品一張 不知道幾歲 是啊 現在可以自拍一段 各位教室我就是你們祖公 還跳出來講話要走 這樣不是就可以 後代就可以 其實是蠻有趣的idea 真的是 現在已經就是說你不管幾百年前的人 在你面前都還是活著的 所以我常常會講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因為人大概已經不會死了 對 起碼在某些載體上面應該是永恆的 永恆的 所以每一個人都一定是在這裡都永恆的存在 所以說穿越時空來與你相遇 怎麼在現實中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現在這個世界就是 其實人最重要的是不是要肉體嘛 是他的思想嘛 是 精神思想 對 那這些如果在每一個世代裡 成功力也能保存下來 然後人類的知識也累積越來越多嘛 所以我現在是用QR Code 那麼可能啦 可能啦在過幾年呢 我們現在等待科技呢 如果再更進步 就能變成虛根實的合作 另外一種是AR 就不是QR 就AR 哇 余副大哥是專門講尖端的科技的常識的 AR就是這樣啦 比如說你現在我這本搜 你掃描是看到壓平對吧 那現在不是啦 現在它要就是掃描就看到 比如說我這個 裡面有的幾個棟建築嘛 那那個建築就是那個建築的模型 就造出來了 就在搜裡面就造出來了 是是是 哇 這就叫做我們叫擴增實境啦 這就是這樣啦 比如說台南市最近越做越厲害 那個觀光局越做越厲害 很新鮮 他現在有做那個 比如說你去到刺坎樓 你下載APP 他現在你用到你的這個 這個手機 對準刺坎樓 他旁邊就跳出來說 這裡要吃東西 這裡要吃什麼 這裡要吃什麼 這樣就都跳出來 太方便了 太方便 太方便 所以這種其實都是一種出版的形式 但是總歸來講就是 我買了你這本書 第一個我要有正常的感覺 第二個我要有延伸的價值 是 所以每一個 我一個人認為說每一個作者 開始作者出版的方式已經不同 比如說我們以前在寫一本書 我們可能 去深圳找一個地方 或是找一個海島 米起來 寫到台北 寫得很高興 像我一個朋友 閉關這樣 對 他也是說幾個年 本來都在電視台出版 最近幾年都沒看的人 他有一天 去一本書走出來 在寫我們台南 我們林劍龍高雄 是 他在寫我們金牛的 台南的媒婆很金牛的高雄 是 他說 我說 你這本書走出來 他說 沒有啦 我就去閉門 我就去閉關 在寫車 當然這樣子是很好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創作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 當你在寫 像我每一篇文章 我在寫的時候 在網路上都有反應 所以說每一個讀者 都可以看到我的東西 他都可以來奉獻他的想法 很多人有人來給我指證 我如果錯一個字 就說 你這就是閉門的 多好啊 全民幫你教對的 比如說 香腸熟肉 我們台南看有很多香腸熟肉 是 就有人來給我糾正說 不是香腸熟肉 也根據考證說 應該是香腸食肉 食井 食井肉的食井 就是那個 香腸熟肉 不是香腸熟肉 不是香腸熟肉 這樣很讚耶 大家書也有專攻 你是我們也可以互相學習 對不對 是啊 所以 跟日本車要出來之前 一定受過很多獨家的 收過市場的考驗跟貢獻 是啊 你也知道 對日本我是互相學 對日本我對什麼 對什麼 對什麼都不太熟 瑋瑜副大哥你行銷手法很厲害 還沒出來大家都很期待日本 這主要是說 集眾人之智慧 是 我們不是太厲害了 客氣真的你才華就多 很多已經不再說 因為集眾人的智慧 我們才能夠產生最好的東西 當然也不能說 有的人是出來說 我寫一名文字 我就出來一直麻 一直麻 這種的太極端化 那就沒辦法 但是如果說 每一個討論到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來貢獻知識 譬如說 有時候我把那個 譬如說 我知道在寫那個 林粗皮 來木棉花開 我相信就有 人在臉書說 已經卸了 他一直住在附近才知道 是啊 所以這真粗皮就是 很多人看到我這本書 他在看這本書的同時 他都可以直接跟我聯繫 是 直接就是對話了幾乎 是 以前我們可能說 你買一份作者的車 你買完他的書 從此以後你不曉得 這個作者跑到哪裡去了 我如果有意見 要跟他講 要去哪裡講 現在不需要 現在因為透過網路 你有社群嘛 譬如有Facebook 所以我裡面也有種的 我沒有一間演講也是這樣 我會種的 最好會種我的Facebook的QR Code 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說你要反應 所以等一下 我這次出席很辛苦 很少人說 你第幾頁的第幾頁 這個製作 全民叫對 真的很讚 這樣子才能夠去福 我們說可以把一份製作 弄得它更為完美 對 余福大哥 我現在突然一個idea 既然你在網路上 跟這個網民都有互動 是不是可以來為台南 寫一部小說也蠻好的 因為從網路上面 可能大家能夠發想一些故事 這是我突然 我有時候會在訪問當中 跟那個受訪者突發奇想 除了風水我拭目以待以外 是不是有可能這樣子 沒關係 我們讓您休息三個月再來考慮 我現在眼睛在休息 腦袋也在休息 絕對沒休息 我們透露一下 雙子座的男人是太聰明 不太可能會休息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余福大哥 到節目當中來 我希望還不到一年 還能夠再訪問到你 CP值很高 各位聽友一定要買 樂居台南是天下文化出版的書記 謝謝余福大哥 謝謝 謝謝月芬 謝謝大家 我到大陸來